中国三大电影奖项 百花金鸡和华表 最早的就百花奖 1962年的时候就有 当时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从这场由来叫百花奖 就对我们的文艺事业是个推动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有这百花奖 而且百花奖当时的评选 那是特别讲究的 我记得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当时都定义一种电影杂志 叫大众电影 大众电影上有选票 你把它撕下来填好了 然后寄回大众电影杂志社 那时候杂志社一天接到选票 一码蛋一码蛋起 当时能定杂志的人买杂志 多数都是有点文化的 所以对电影的鉴赏力是有保障 因为百花奖和金鸡奖是怎么分的 金鸡奖是专家奖 百花奖是大众奖 百花奖更接地气 更符合大众口味 金鸡奖是由专业评审评的 百花奖是大家投票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投那个 我就曾经投过张金鸣 投过这个李秀明 投过刘小庆 男演员我投过达市场 王新刚 这都当年我们的偶像级人物 写选票 那时候很热衷 就大家在底下讨论 我觉得谁能得这些最佳男主角 那这还没有影帝影后的说法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最佳配角 大众电影就每年到 凭百花奖的时候那选票 我肯定撕心来往回心 所以当年的百花奖 在影迷心里的地位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这么说吧 就是刘小庆 曾经误获百花奖 获得百花奖的一个待遇是什么 上大众电影封面 当年你看大众电影封面 刘小庆特别多 就他得百花奖上得的多 而且这个我们今天一些耳熟能详的 比方说一些影地影后级别的 往往在百花奖上起步 你再说姜文 很多一提姜文啊 导过阳光灿烂的日子 和人 和人 你再把那鞋给我剪出来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 老师给你擦屁股啊 给你鞋 我给你吹上得了 那得不用 你这给我扔出来就行了 滚 你们这些害群之马 不学无术 姜师傅 姜师傅 哪位同学 赶紧去把咱们工宣队的姜师傅 给请到姜师这来 姜胡队 你别给点不要脸 全是这么点事你都不够办 行你等着 笑话 我等什么 你还能把我等下 你不要来这套恐吓和诈 行行你等着 好我还不要了 你回来你回来 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 你叫我的车胎 你罢害我不成吗 我没人稀罕你这支破线 后来演这些 演的也好 大家熟知呢 很多人说那红高粱 他那里边演那个 那那那鱼战敖演 我演也多好 不是 他最早被大家认可 是87年 他获得了百花奖的男主角 当时他跟廖小青合作 在这个古华的小说 改变了电影 傅鲁震 他演了男主角秦淑田 这个廖小青演胡云 那个戏他真正对大家认可 后来演唱《 trainings》 不怕沉浪 只要 心意好啊 就很早的百花影帝 这是那个姜文